为你要讲解老鸡的乌鸡对着空气的污染 光复配合传播室正确 刚才继续进行二行政乌鸡的泰国 将买电动机车补助以外 也第1次占对23年以上的四行政乌鸡 推出泰国二车将买电动机车的补助方案 光复共调 一般民众就能申请到一万八千块的补助 你继续一份的部分 上官可以申请到三万四千块 他就跟一扇机车火器作成的污染 以为后官民的健康 南来官政府官报告 今年头一般占对到23年以上 老鸡的四行程机车 推出到泰国变车国外电动机车新的方案 一般说家属来兜台老鸡有污染的车量 碳氢化合物或是一些西欧的一个污染量的部分 浓度的部分相较于四行程机车 高达差不多四到五数倍以上的一个污染 所以在环保署 他首先会开始先推行的就是一些二行程机车的一个泰换 那在明年度的部分 他也考虑到说 我们讲的一期到四期的比较四行程机车 他也希望去做一个泰换 那所以我们这样子今年的部分 就已经有先首先去做个推出 广府官布局表示 管理23年以上的四行程机车 大概有2万1千8百多台 有研究来显示 这些机车因为已经怕机械的老鸡 有这些程度也比较高 所以来推出到保署的方案 时间是到今年的十一块地 针对85年12月31号以前的 我们讲的高龄的23年的一个四行程机车 我们有推出了一个他必须淘汰 然后并且去我们讲说换购一个电动二轮车的部分 有去加码的补助 那这个金额的部分的话 我们一般民众大概可以拿到最高金额 可以拿到1万8千元左右 那在低收入部部分 我们也有去做一个加码 大概金额可以拿到3万4千元的一个补助 它包括到二行程机车的桌台 它是说国内电动机车的补助 这些方案 也配合到团补数在进行当中 民众如果是说有需要 它可以跟官府的团补救 并没有转库来扎损 另外也提醒到民众 要按时来做机车排放会期的检验 也算说没在着骑 如果没有依照规定 卖比划纸 这些检验中可能比资小白照 在这里面先差不多